要告诉您 卫生署公布了国人最新的十大死因 癌症连续第27年蝉联首位 其次为心脏病跟脑血管疾病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癌症的排名当中 食道癌跟胰脏癌的名次都往前提升 不过整体来说呢 台湾人比以前更加长寿了 男性的平均寿命有75.9岁 女性更长达到了82.5岁 98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 癌症还是连续第27年蝉联榜首 其次分别为心脏和脑血管疾病 其他像是慢性下呼吸道 慢性肝病及肝炎化等疾病 也是最新十大死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癌症排行榜中食道癌和胰脏癌的名次 分别上升到第8名和第9名 只有子宫颈癌排名往后降 然后癌的发生是和冰狼是有相关的 那胰脏癌的话 原因虽然不明 不过跟酗酒是有一些相关性在 另外国舰局今年也首度发表 主要死因时中 去年平均每天有389人死亡 等于每3分42秒就有一人死亡 台湾每天约有109人死于癌症 相对于平均每13分10秒就有一人离癌病逝 国舰局也发现 虽然去年全国死亡人数有下降 不过15到24岁的青少年和45到64岁的中壮年 自杀率却有增加的趋势 自杀这个问题通常是多因的 所以其实而言其实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在这个部分 经济因素会影响 然后当然也很多包括个人 环境因素其实也都会影响 癌症筛减防治及医疗技术进步有关 记者赖水美 徐启峰台北报道